哈囉 大家好 我是Navi 我回來上海了 所以回來上海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你們開箱 我在淘寶之前還有我近期買的 一兩家小眾跟網紅開的彩妝品牌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回購率非常高的一家刷訊品牌 想要跟你們分享 所以話不多說 讓我們開始吧 好 那我們就先從小眾品牌的開始好了 這個店家他賣了很多都是那種單色眼影 所以我就挑了三個 就是都是腮紅跟打亮 那你好像買三個他就會送你一個盒子 就是塑膠乾蠻重的盒子啦 他其實裡面很多都是腮紅眼影跟打亮 第一個呢 顏色就是這個顏色 他是有點偏橘粉色的腮紅 那其實這一家的腮紅跟打亮啊 粉質算是蠻細的喔 而且他不會 你看像我這麼 大 我剛掉了一塊 對 是我自己的錯 我沒有壓得很緊 粉質壓得超級實的耶 就是你看我已經這麼用力的在搓揉了 他都不會有那種就是很大量的掉粉 或肥粉喔 而且也不會就是有那種一坨卡在某個區塊有沒有 我這個我用了蠻多支 他其實非常的顯色 也很滑順 腮紅跟打亮其實他都沒有很臭的味道 或是很刺鼻的香味 其實我覺得他拿來當眼影也是很適合的 而且我非常喜歡他這家眼影暈開後的那個散開那種 光燻的那個粉燻的那個感覺 我覺得有點出乎我意料的顯色跟滑度 所以他那個延展度滑順感非常好 而且他不太會掉粉喔 這個顏色我覺得蠻像植村秀 有一款腮紅的顏色 然後再來呢 這個顏色其實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有點在植土色的這種腮紅 有點算是煙燻感那種乾燥玫瑰的色系 那這個顏色其實你不要看他好像很深有沒有 你就會覺得很害怕 但其實他上在臉上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很美吧 現在不是有很多唇粉嗎 其實唇粉跟眼影粉我覺得他的那個概念其實是一樣的 其實這個顏色拿來當唇粉我覺得也非常的漂亮 你看是不是超級美的 這個顏色真的非常非常漂亮 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 那像我自己呢 像我今天我就是先用這個顏色斜刷 再用第一個這個橘粉色疊在最外圍 讓他有這種漸層暈開的這種擴散感 真的超級便宜的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質感我覺得是還算不錯的 這個就是 就是號稱他是媲美PK107的 其實PK107有用過的人 你就會知道他是有一種低調的偏藍紫的這種偏光的 那其實這個呢 我覺得他的粉質也算細喔 他不會卡在你的 比方說像是手臂的這種手腕的這種紋理裡面 其實他是那個佛貼度非常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那個粉感其實沒有我想像中這麼的明顯 與其說他是像偏藍紫光 我覺得他比較像是偏那種 偏粉紫的偏光吧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在鏡頭上好像看不太出來好 這一塊就看得蠻清楚的 有沒有 他有一種粉紫的這種偏光 他不是這種偏藍光 所以像我覺得偏藍光 我覺得稍微就會有一點吃膚色 比方說你要非常非常白皙的人 你用PK107 你就不會覺得說 那個藍紫的那個偏光太明顯 因為如果像是有些黃肌或是健康膚色 就很不適合用PK107 然後像這個顏色我覺得他就不太會現膚色 當然啦如果你是真的很健康膚色 這個顏色我覺得上在你眼上你就會覺得沒什麼 你就會比較適合那種光澤感很強烈的那種 他其實是非常低調的光澤 他不是霧面的喔 他那光澤跟那細緻感是非常非常夠的 所以我很喜歡拿他來打在這裡 跟我的法令紋 細緻度其實是非常好 而且他會有那種微膨微膨的效果 是我很喜歡的 韓國不是很流行那種水光感 尤其是那種油光感保濕感很重的粉底嗎 那其實當你用那類型的粉底 其實就不太適合搭光澤感非常強烈的打亮 因為就會讓人家覺得 哇你整臉都很像是發光的燈泡 就這樣一閃一閃的 所以我覺得當你用那種粉底的時候 就很適合用這種很低調 然後微偏粉質的這種打亮 他就不會搶掉你粉底的那種很原本很水光感的光澤 這整個這樣子兩兩搭配在一起 我覺得就會非常的剛好 而且會很自然 他就會瞬間讓你的妝感變得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這三個腮紅其實是我買來到現在 我都一直每天都有在用的 而且我覺得完全不輸給一般我們的開架 或是比較入門的一些專櫃的修容跟打亮還有腮紅 所以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你想要嘗試一些可能開架以外的一些彩妝 我覺得這家你可以去試試看 再來呢是我自己很喜歡的一個 算是B站的博主嗎 非常非常有名的博主 他叫做Benny 所以我就買了他自己的自製品牌 Benny的這個CROX這個品牌呢 我買了兩樣東西 一個呢就是他的美妝蛋 雙色美妝蛋 另外一個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 其實就是他的目色成是絲絨唇釉 我非常喜歡幫他包裝 他有那種有點像是那種轟轟烈烈愛情的那種感覺 而且稍微有一種暗黑的那種色調 其實是我還蠻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黑色 而且我覺得他真的很用心在做耶 他的中文字體跟他的英文字體 其實我覺得那個搭配起來的設計感 其實是非常非常協調的 他的紙盒每一處都有 都有設計耶 就他不是只是 就是上面是整個素色的 他每一處都有 不管是有字樣啊 或是有圖騰 所以我覺得他真的是有用心 花時間在這個整個包裝上面 那我們就先來開妝美妝蛋吧 美妝蛋目前我還沒有用過 所以我們算是第一印象吧 那這個呢 就是雙色美妝蛋 這個聽說是他好像二次改良的一個美妝蛋 彈力我覺得還蠻扎實的喔 然後他是這樣上面是尖頭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斜切面平面 然後下面就是跟我們一般美妝蛋一樣 他沒有我想像中的那種臭味耶 他有一種牛奶糖的味道嗎 其實還蠻香的 然後我準備了一個水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比較看看他沾濕後的那個膨脹度 然後等一下也會準備一個粉底 我們來看看他的那個 吸粉量會不會很多 哇賽他膨脹變超大的 我給你們比較看看 這也差太多了吧 沾濕後啊 他那個手感更好 就是那個彈度啊 很像是你在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有沒有 就是沉浸壓力很大的時候 都會手捏那個壓力球有沒有 壓的感覺 就很像那個你在壓壓力球一樣 觸感很好 彈性很好耶 沾 他沾粉量 他吸粉量 很剛好喔 就不會說過度把粉都吸掉了 補貼度還蠻好的耶 他上臉的那個彈度啊 不會很硬 欸我覺得這個我會很期待 就是用他來上粉底耶 再來呢就是我 我全天用我就一直在大叫 我現在嘴巴就是他這個 最新的新色V65 的絲絨唇釉 你看這個包裝 也是好美喔 欸他那個字體真的怎麼這麼會選啊 我來看一下他有什麼重點的成分 哇他裡面有黑靈芝 百里香 琥珀粉 還有人參 哇好多中藥的萃取物喔 而且我還為了要測試他的 嗯就是 無貼度延展度 跟他那個會不會顯紫皮的程度啊 我還刻意沒有上嘴唇保養 也沒有上去角質 所以我真的跟你講 真的超級驚人 他這個刷頭啊 他跟我們一般這種 直接斜切面下去的刷頭不一樣喔 他是斜切以後 他會再有一個特別的角度 所以我自己在上的時候 我覺得他 尤其是針對你的唇峰這邊跟嘴角 我覺得上的時候就會蠻好上 不太會容易化出去唇外 而且他暈開超級美的 其實他那個顏色的飽和度 跟他那個唇膏的那個膏體 其實非常非常細的喔 拿來當腮紅真的很漂亮 因為像我今天就有疊一點他這個腮紅 就是我上完嘴巴以後 我很喜歡他這個唇釉啊 一點是他完全不會有那種很刺底的化學香味 可能就是因為他裡面加了很多重要的一些萃裙吧 所以會有一種很療癒的那種味道的感覺 很舒服 而且我覺得他這個顏色真的飽和度超高的 你這種絲絨唇釉的這種表現度啊 他已經不太算是很鹹死T的那種了 而且他不會特別卡在你的那個唇縫裡面 然後我想要來測試看看 他會不會沾在杯子上或吸管上面 你看 只有一點點而已耶 就是他那個整個顏色唇膏膏體 是完全都已經會發在你的嘴巴上面 是不會有任何的沾黏的 我覺得我非常非常滿意 而且我也很期待他之後 如果有開發什麼新產品 我應該是會去回購的 因為尤其是以這種絲絨唇釉啊 我覺得他的表現度已經讓我覺得非常非常驚人 而且我這樣子用完啊 我是完全嘴巴沒有任何麻麻 或是那種辣辣的感覺 那最後呢要跟你們分享的就是我 一直就是就連我之前還沒有搬來上海 我就有在淘寶買過非常非常多次的一家刷具 是我非常喜歡的 就是花繫葵的刷具 非常喜歡他的包裝 他做成像是鼻桶這樣子 然後他把它放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那整個感覺就會覺得 哇 真的很漂亮 這個是他的蜜粉刷 你看看 是不是很像那個科技的尾巴 這樣一坨這樣子圓圓的 刷毛蜜到什麼程度 你看我這樣子來回撥 你是看不到他那刷具最底部的耶 是不是很厲害 就是大概洗了兩次有了吧 我覺得他也都不會有就是很嚴重的炸毛掉毛 或是說越洗那個毛越粗 然後越刺 其實都沒有 而且他上眼啊 也是非常毛 非常非常柔軟 就是你會覺得很像科技的屁股 尾巴一直在打你有沒有 而且我覺得他的抓粉力其實也是很不錯的 而且你不覺得顏值很高嗎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他們家有另外一個就是也是我很喜歡的 他是這種花朵有沒有 花朵的設計 那這個其實他也沒有限說你只能用在修容或腮紅 特別這種特殊設計的一些造型 你都會很怕粉會不會不夠均勻 但其實這隻也不會 你看這隻的毛 你看也是蜜到真的嚇死了耶 我記得他們家的刷具其實剛買回來的時候 其實那味道也不會太臭 多少還是有點味道啦 所以建議大家買刷具回來 不管哪個品牌都還是要習慣先洗一下在上面 以上呢就是這次 我在最近在淘寶買到一些小眾啊 跟知名網紅 還有我已經回購率非常非常高的一些彩妝 還有刷具的品牌 大家如果有興趣 你們可以趕快去淘寶 趕快去淘寶好嗎 所以就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在選人片上 打開塊手 準備好了 看到一些甜味